今天呢就是我们总是齐穴的一个特点 齐穴肠用血精 尽量获取这不真换助 还有一个急症痛症要求必见效果 你看这个想想啊是 谁呀 我上手放在哪里想 蹲的时候 收起别人扎针 是 是腿疼啊是哪 别人说扎了五次 扎了五次我说扎了五次效果怎么样 他说还轻点了 扬扬得意轻点了 我说你要扎了五次 或者只是告诉你稍微轻点了 你是不是证明你已经扎了很失败了 我说这个呢我们治疗痛症的时候 这是针灸的拿手绝活 一般的必须要立件效果 那有些人说他岁数大了 或者是那个什么 病的时间比较长了 那能达到这效果吗 但是呢即使他达不到就是一次好了 或者是这个环境特别多 但是当下它是必须要有效果的 你不能说扎了五次 人家只是告诉你稍微轻点 但是证明 你就要四怕 是你针扎的有问题 还是你变症的有问题 还是你穴位方的 变症的有问题 传统针灸是针灸并用 董事齐穴最大的特点是针刺血并用 我以前给他讲一句话 我经常说我说董事齐穴有三宝 董事齐穴的三宝 第一个董事的针 第二董事的刺血 第三个董事的长枕 这是董事的三宝 也刷最牛的地方 还有一点 这个是想说什么 你们在给别人扎针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有些时候 来 找你扎针来了 扎上针之后 你让它活动活动 感觉怎么样 例如说腰头扎上 活动活动感觉怎么样 他说不疼了 好了 走了 走了之后 过了两天 就又回来了 说不行啊 我这又开始腰疼了 你再给它扎上 活动活动 又不疼了 然后就走了 过了两天 又回来了 有这种恐慌吗 有 而且是不是特别常见 你看啊 这个指的是什么 这就是说 我们中医的精髓 叫做辩证论治 对不对 我们针灸要讲究辩经论治 这是针灸的第一层辩证 辩经论治 也就是说 你要看你的痛点在哪 例如说我们治疗 肩中炎 那肩中炎 例如说 你看 肩中炎如果这儿疼 这儿就归到哪儿了 背经 哎 背经在这儿 这儿归到哪儿啊 背经 这是守阳银大黄经 那要这是守上阳三江经 那这是守太阳大黄经 所以你说我肩膀疼 你得先告诉我 你肩膀哪儿疼 我看看那个痛点 在哪条经络上 我取哪条经络上的穴位 对不对 这是你用针的第一层 最基础的一层 叫做辩经论治 那你用的第二层要辩证 辩什么 辩病在气 还是病在血 这么大 算了